庆福宫 南无阿尼陀佛 远处拍一下庆福宫 仰光的寺庙之一吧 位于海滨街 就是我们现在的斯特兰街 靠江边 坐北向南 背靠大金坦 风水宝地 路边都是三轮车 快穿 幸福宫 我来了 从这门进去 今天是中元节 我们庆福宫请了华人僧人做法事 我们看一下 让世界各地的华人看到 仰光华人是如何过中元节 烧的纸和这些 既适用的东西是什么样的 感受不同的华人文化 不变的是传统 是我们华人身份的认同 就是在准备工作当中 今天仪式非常热烈 非常隆重 这门口摆了好多呀 这也是难得 因为疫情加政变 这两年缅甸比较 比较难受吧 现在搞了这么大的仪式 我们缅怀仙人 这就是我们华人的僧人 在做法事 摆了很多鲜花 他们在这门口 搭了台 做法事的台 有很多这些东西我都没见过 这些买的器具 这些纸糊的 我之前都没看到过 龙山堂 秋征两家 大家族 我们分享过龙山堂的 清风宫最早也是龙山堂的 秋家发起 今天是人山人海 今天是人山人海 我们华人非常重视中原节 这个节日传统而古老的节日 无论我们华人朋友在世界各地哪个国家 在同样的节日的时候 大家都会庆祝 会缅怀我们逝去的亲人 祈福他们在另一个世界 能够顺顺利利平平安安 过得好一些 也准备了烧鸡 祭祀的物品 烤乳猪 东西真是多 这前面都是今天的照片 我后面分享的就是飞鸽去年牌的 庆福宫 让大家了解一下庆福宫的历史 这个是最早的牌坊 介绍是吧 这是最早的介绍 1861年 光去28年 这是1894年 刚才口误 庆福宫重建的时候 从福建全都采购建材石料 典型的中国特色 我们福建特色也是 因为这个庙主要是福建人最早捐赠了 福地起娘 还祭新祭福 这个庙是依照泉州 霞阳社的一个庙里建成的 是一个阳性大会 可能趴的也不在了 这个建立在边面 我保持了典电队 庆福宫最早是建立是因为要调解 各中期之间的纠纷 使大家团结一致 共谋福利的单位 庆福宫 及福建散会续工所也 庆福宫最早建立是1861年 电击1864年的过程 它建立的初心是往来的船户 以神远为建立贸易伙伴 互相方便我们华人联系的一个聚集场所 其后面演变成石银普照吗 缅电福建中青团体联系的最大的一个纽带 巨大的网络 最早期是以秋老前辈 秋台生为主的缅甸华人机 他招募了阳光 及四方就周围 新加坡利洲 马来西亚冰狼雨 现在这个宇宙 还有印度雅加拿 来个180度 全景给大家感受一个 以前叫巴州和厦门 就是之前叫夏州 共同建筑 很多人在派出 秋老前辈秋台庚 秋老前辈就是第一任总理 他是福建泉州新疆人 龙头 算缅甸仰光的名门旺谷 1895年 秋老前辈去世 七长子 秋瑞轩亲自把庆福宫和福山寺的相关文件 交给了 交给了六大中青 山西夫子 六大中青 轮值 每姓轮值一年 根据1894年 捐赠十杯序 六大中青就是 直德堂 杨氏 九龙堂 林氏 尹川堂 陈氏 这个声音真的很熟悉啊 算命 算抽签 龙溪堂 李氏 庐山堂 苏氏 龙山堂 秋征氏 1894年 六大中青代表组织 组建了福建公司信托部 专门处理公务对外事务 1935年改为庆护宫信托部 由六大中青增加到了十二家 十二大中青 1938年又增加到了二十个中青 现在增加到了二十四个中青 就二十四个中青每年轮值就是二十四年 排到了2034年 今年应该是四美堂 2021年四美堂 庆福宫也通过每年举办佛式 用缅甸语言 也邀请小城佛教缅甸的佛教 参加诵经 从融入到缅甸 在最黑暗的六十年代内 和七十年代 以保存我们华人的活动 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为了未来的华人融入到缅甸 有深远的影响 这是他们做的好事 善事有言过 一天一份吧 真是良心价 很多人过来烧香 通过每两个月 为贫困老人颁发福利金 这是他们做的善事 还有接了免费一诊 还用信徒的香火钱 买了一层楼作为医疗设施 免费一诊 这是不同的鲜花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 得到了敏方各族人民的认可 香火很旺 资料显示186几年 我们华人大量的华人都在养光 当时来的这些缅甸精英 华人精英很多都是在当地 勉毒的女人 所以呢我们实际上 现在很多华人是中缅混血 但是宗教信仰把他们 虽然他们的后代是混血 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都信我们华人这些 这些马祖 都是我们华人的信仰 观音佛祖一皇大帝 观公 我也见到了大量的免贵和中缅混血的人 还是保留他们保留我们华人的传统 在逢年过节 华人的节日里面会庆祝 这样我们华人的文化还能去延续上千年或更长远的时间 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或者说我们华人的聪明才智 勤奋努力 生生不息 文化传承才有深远的影响 才能有旺盛的生命力 这些磁場 带有些则 没感觉 继续 色证园 文化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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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25月 1861年 1861年 百年大庆 1961年 也是乌鲁总理执政的期间 百年庆典 信托部建御皇大帝神坛 同时邀请了华人僧人和缅甸僧人宋经 各中心代表2000余人 圣女壮 百年庆典之时 大众烟草公司和圣和会烟草公司 分别在海滨街 百尺路和南普德路 建中年双礼之庆典 庆福宫百年庆典之牌坊 还有很多表演 通过百年庆典 我们华人华侨不仅展示和传承 中华民间信仰传统 还以佛结缘跟缅族和其他民族 我是皇帝的子 出生大家族 写的文言文 写的什么 文言文 二十四孝 这边有六门 六门 那边有六门 现在不能够到来出城了 二十四孝 二十四孝这样的 是 这也都是后 原来就这样吗 还是 后一早 前面都有 我是说一八六几年时候就有吗 还是后面翻新 重新建的 翻新的时候 应该后面翻新的时候 才慢慢增加 二十四孝 这种是吗 这边有六闪门 六闪门是 一闪有两个两个两个的十二孔 前面也是十二孔 十二孔 二十四孝 我们这边是观音亭 我们没有主持住城 没有侯上也没有道士 结果 钟 你想在这边捐银 把这个捐银单拿过来的时候 这个是 敲钟雷谷 敲钟那边雷谷 上大天天 我已经是 做三次捐了 这样的 这个钟不敲的 这个钟是有捐银来的 他们 捐钱的时候才敲吗 捐钱的时候 这个 香火钱 那个香火钱 直接三年是 新安了 你所捐的是 已经上大天堆了 我开始听到人敲 敲这个和那个鼓 就说有人捐钱了 对对对 我还说时间也不是整点 怎么就有人敲 这个原因 有人捐银 他就把那个收去 拿来就敲钟 捐多少钱可以敲 免币一千就可以了 免币一千就 有些妈 也也不要靠着 自己去 投到那个钻银箱里面去 这个 这个 这边山南西里啊 都分走自己的 印度人缅甸都来 印度人也来 印度人也挺多的来 印度人缅甸人也来 印度人缅甸人也来 是我今天看到好多缅甸人 缅甸人 新年也过节嘛 今天是那个 夜营节 这和 担担夜营节 前面有一个 点灯节 然后是指定刀 指定刀 指定刀 驶江 这是 Mussong ng ją 有很多的東西 是好的 郵船呢 赫平呢 正宗上面的是 觀音 下面的是 觀音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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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呢 是寶仙大地 寶仙大地 那邊還有一個土地公 土地公 又有一個 土地公 右邊是文山公 左邊嘛 文山公 右邊呢 還有一個祝生娘娘 祝生娘娘 就是生孩子的 夫妻 沒有孩子 想要孩子 是孫子娘娘 嗯 你要求他 他都給你 我幫你去 尼樂福 笑面福 尼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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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百年 五千年嘛 一任五千年 五千年 五千年之後輪到他 本來是 就是五千年 是 然後 尼樂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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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確 後電 我們現在在的位置 是 西電 對面是 東電 前電 後電 那邊是 你不說 我還 不知道怎麼去叫這個事 現代與傳統集合 保護最好的一個寺院了 在緬甸裡面 03 翠竹 好 含咬 精神 我買 這個都透 好 你吗 我也买了一些 准备烧一下 它这是我点了之后一个 放一个 我们也烧点纸 这大香炉真大 94年聚宝炉 飞哥做了这期庆福宫的节目 感受到了缅甸华人的低调坚韧 通过传统文化 佛教融入到了缅甸 让华人的文化继续传承了 同时团结了缅族和印度族各种族 让华人躲过一个个磨难 深入融入到了缅甸过去 展望未来缅甸华人在缅甸会越来越好 祝福缅甸华人 感谢大家对飞哥的支持 飞哥缅甸说下期再见